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能为了贪便宜等心理纵容不安全食品的出现 今天省内已经有63家知名食品流通企业签署了倡议书 农夫产品的流通也归入到我们的食品药品监格管理局 所以我们也希望农夫产品的流通行业也能够加入我们的协会 来跟我们一起共同的就是做好这个推进这个社会工资 省食药监局表示新一轮机构改革将原省卫生厅 之间工商和食品相关职责一起划入省食药监局 10月10号开始省食药监局已经完成重组正式履行相关监管职责 也就是说目前除了田间地头的生产监管仍在农委 其他食品生产流通的职能已经归一个部门管理 对市民来说如果有食品安全方面的投诉 拨打12315或者12331等热线都可以 最后都会归到食药监一家统一监管